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找回光合作用入面的实验 而当中光合作用的实验入面 很多时候的设计入面 都是找光合作用的必需的条件 以及做实验提供的时候 要留意一些实验变项variables的处理 当中这个实验入面 你看到这个实验入面 其实这么多年 你看回会考到现在 都不会这样去设计 不过这条题目 这个实验设计也挺有趣的 它就拿了一些单叶的植物 进行脱淀粉 脱淀粉是什么意思呢 拿那棵植物放在黑暗的环境 24小时 希望这个过程里 能够将树叶里面的淀粉消耗 OK 主要就是这个Destarturing的作用 脱淀粉的作用 这个实验设计也挺有趣的 就是拿一个斑叶的植物 然后拿一个玻璃瓶 然后那个水虫塞那里斩开一半 然后拿一个水虫塞就盖住了一块叶的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好像我现在的黄色线 就这样减低了 然后就盖住了一个绿色的部分 就是有叶玉素的部分 还有没有叶玉素的部分 OK 而在玻璃瓶里面 又放了一些吸收二氧化碳的化合物 OK 好了 这条题目里面 两条里面呢 分别是77% Außerdem 並且是3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你看到差距这么大 先看第一话题 它问你 哇 这棵植物 在阳光底下照它 照它之后就问你 究竟根据点液测试之后 究竟那棵植物呢 究竟去到後期的點液測試 究竟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答案其實很明顯就是這個 為甚麼是這個呢 原因就是因為 首先轉為藍黑色 是因為它有這個澱粉 有這個澱粉 所以會轉為藍黑色 好了 第二件事要留意的就是 黃色的圖片蓋住 因為它沒有光線 它沒有葉綠素 外面黃色的部分沒有葉綠素 第二件事就是 它欠缺二氧化碳 CO2 所以主要就是會選擇 第一塊樹葉的大龍 好了 接著就去到第二題 31%同學答案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原因就是 英文文和中文文 其實大家都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你是英文作大同學 它就是independent variables 記住 independent variables 是會影響dependent variables 而中文很有趣 有時候用獨立變項 有時候用字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s 就是因變項 又或者是認變項 所以有時候 中文讀和英文讀 有時候你看到 那些terms 搞到亂七八糟 有時候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如果我只要用英文讀 其實independent 影響dependent variable 我們會這樣去理解 但中文你就真的要留意 有很多不同的terms 獨立變項就等於字變項 應變項就等於因變項 下去這麼複雜 你接著就要數 究竟哪些是光合作用 必須的條件呢 第一件事就是 有光和沒有光的情況下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件事就是 沒有C02的情況 即是玻璃樽葉裡的樹葉 的情況就是沒有C02 第三件事就是 有綠色的部分和沒有綠色的部分 就是葉綠數 所以到最後 其實是由三個字變項 三個獨立變項 三個independent variables 去影響 所以這條騰步 哇 31% 所以其實你 看實驗題目的時候 我想第一件事 你要留意的 你一定要熟讀光合作用的必須條件 搞定第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其實很多時候 跟大家分享實驗題的時候 的做法就是怎樣 記得留意 字變項 應變項 控制變項 下去這些變項的處理 如果你每一條都長得得好的話 其實你的training裡面 都已經告訴你 其實這些題目是很容易答對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讓大家知道 當你熟讀光合作用這課的時候 熟讀些什麼呢 還有很多的考証 掌握不了些什麼呢 記得去熟讀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助大家的手 拜拜